好,最后我们要谈这个谈判策略里面最后一个影片叫做性格的应对 当我们在前一节谈到这个作风的时候 是针对对方这个团队 或者是我们讲对方这个文化、民族性 他可能有的作风或性格 作风或风格 那我们这边谈到的性格通常是针对个人 针对特定的谈判者 他的特定的这个性格 我们有一些应对的策略可以运用 好,这张就比较简单 好,那对方是比较偏向于感性的 我们讲感情的性格 或是对方比较坚持固执的 叫固执性格 或是对方比较重视虚荣的 比较重视面子的 我们讲说是虚荣性格 好,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应对的策略 好,针对对方是着重于感性的这个性格的话 好,我们讲感性的性格 我们就是以弱为强 就是我们自己要谦逊 促使对手提供更多的资讯 那意思就是说 对方如果着重于感性的话 你不要比他强 那这个等于是用感性的诉求 用做朋友的方式 就是很谦逊的 让对方能够愿意提供这个讯息 然后呢,公伪 我们讲说赞美公伪始终是有效的 那我们这个公伪要能够真诚的公伪 然后不要说虚情假意的公伪 然后再过来就是不失礼的进攻 我们针对这种感性的诉求 有时候这个没有办法 按照他们的这个需求的时候 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然后呢,适度的保持距离 那这个叫做不失礼的进攻 我们就是用这个理性来胜过感性 或者是我们在细节上面尽量拖延 让他失去理性 使对手焦躁 容易紧张 这样他的出错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针对这种着重于感性诉求的这种谈判者 那我们通常就是以若为强 以若为强这是比较好的策略 好,那如果对方是很固执的话 那坚持己见,一步不让 像这样子的性格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是修会 修会,就寝室上级,调整对策 然后养金蓄锐 甚至让对手觉得说 我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子固执人 让谈判很难进行 然后会促使这个固执的对手能够适度的放松 或者是甚至就是更换谈判者 更换谈判者的这种情形不大 那我们就是适度的修会 然后第二个就是放出风向球 就是试探气球 就试探对方许可权的范围 就是说他既然这么固执 那我们就想想看 就是说他在哪个地方可能会让 那我们要找到那个主要的关系人 要能够说服他 要能够说服他 让这个固执的谈判者 能够不要那么固执 然后呢 我们用先例 先例的这个策略 就是出示事前的协定 就是你在之前有跟人家是这样子的谈判的协议 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我们用这种先例的这种政策 这种策略 那先例策略 那就代表着 就意味着你事前必须要做好homework 你要让对手的这个谈判者 他在过去 他的言行上面有什么样的先例 有什么样跟人家谈的什么协议 用这样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叫先例的策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手为攻 以手为攻 那针对对方的固执性格呢 我们要详细的准备资料 然后找出对方的弱点来主动攻击 这个就是针对于固执性格的应对策略 那如果对方是比较重面子的 面子的虚荣性格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 我们尽量跟他谈一些熟悉的话题 让他对他而言是熟悉的话题 就是捡他喜欢讲的话题 然后让对方自我表现 自我表现 你说的越多 肉底的机会就越多 所以我们尽量用他所熟悉的话题 来套他的这个底线 第二个是间接的传讯 间接的传讯 就是我们在非正式场合里面 有意的透露一些讯息 让这个虚荣性格的谈判者 让他觉得说他能够掌握一些关键的讯息 然后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然后就会在这个接下来的谈判 会比较会让步一点 好 这叫间接的传讯 就是我们要透露讯息的时候 就透过对方有虚荣性格的谈判者来透露 这样子比较能够对几方有利 然后我们也要顾全这个好面子的人 好 这好面子人的这个虚荣性格的话 我们就要顾全他的面子 所以我们针对议题不对人 就是对视不对人 然后呢 要找代罪羔羊 明明是他自己犯错 可能你就要讲说 这是我们共同所犯的错误 让他不要有就是针对性 然后这是我们的共同观点 叫顾全他的面子 好那可是我们在议题的协定上面 我们就必须要用制约的 制约的这个策略 就是说我们要白纸黑纸的写下来 要明确的地定这个皮纸之间的 这个罚则或者奖励的这种细则 所以我们要把它书面的记录下来 书面的记录下来的话 那因为谈判者通常是比较重视信誉的 他既然已经做成记录以后 就不太容易改 然后我们要明确化的这个惩罚条款 这是我们在针对有虚荣性格的谈判者的一些可以应对的策略 好最后呢 老师用这张这个图片来显示 大家很容易的看出来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就是不管黑猫白猫 能够抓到老鼠猫就是好猫 那同样的我们在第八章讲到这个所谓的谈判策略 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所谓的程序策略 地位的应对策略 做工的应对策略 和这个影片讲的性格策略等等的 那这些反此种种的策略呢 那就跟这个黑猫白猫一样 你只要能够运用得宜就是好的策略 如果你运用不得已的话 那就像狗拿猫子多管闲事 就把人弄巧成熟 这是有关于策略运用上面 这个最高的原则 就是你要达成你的目标 好这个就是这个课程的最后一个影片 就是谈判策略的终结 好